我們現在在張之細路的水在下古道 未營苗栗的投屋 在我們調查的張之細路的古道裡面 有很多的狀況是古道久了沒人走 然後經過這麼多年的颱風下雨 會把上邊坡的土石枯枝虎葉 全部帶到布道上面來 這個狀況不只把道路的痕跡 路基完全不見了 同時道路的基礎也會不見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現在的狀況就是一個大的斜面 然後道路在走的時候會相當的不好走 而且往下邊坡傾斜 所以這一節現在要介紹的工項是 我們會修坡 然後把道路的基礎重建以後 那當然道路的痕跡 那條軌跡就會很清楚的出來 在修坡之前還要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布道表面的這些枯枝虎葉把它移除 那原因是因為枯枝虎葉是一個有機質 當它跟泥土混合在一起的時候 它會產生布道的泥泥 所以在開始的動作裡面 我們會先把 在布道表面跟坡面 的這些枯枝虎葉先把它移除 在移除的過程裡面你也要小心 因為通常這種走坡 你的下邊坡還有你的 可以施工的這種附地很小 台灣話叫做卡路 所以操作的人 務必要小心自己下邊坡 可不可以占了位置 再接下來就是開始 做這些挖掘的動作 那如果在戶地 比較可以踩得到的地方 我會比較建議就直接 面對上邊坡 做這種修坡的動作 這樣子你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將來 布道大概會到這個地方 然後 挖出來的土 不要馬上棄置到下邊坡去 因為這些土 在野外所有的材料 都是取來不易 所以我們會希望 直接留在布道表面 然後 以這樣子的做法 第一次的動作 把這些土留下來以後 會稍微的在 布道的上面 做這樣子簡單的整理 這是第一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剛剛其實是一個大的斜面 我們現在已經有一個 平面在這個地方了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將近是45公溫的踩點 所以那個路基 不管是道路的基礎 或是道路的痕跡 其實就很明顯的 在這一段已經出來了 接下來你可以再稍微的再細整 比如說 把這個邊坡 把這個道路的面 再稍微修得比較漂亮一點 然後 下一個動作 開始要做的動作 就是 我們要把它修成 這樣卸水坡度 讓將來在 上面坡下來的水 可以很均勻的 從下邊坡走掉 而且是面狀的排水 而不是急凍的排水 所以再來 我們會開始 下邊坡 我們會把它稍微的做夯實的動作 那這個大概可以用人力 或者是用工具 盡可能盡可能的夯實 那概念上 上面坡高 下邊坡低 然後有一些樹根 如果在道路的表面 它有可能會半島登山客的 那可能也做適當的切除 基本的完成面 這個一米的這個一米 切出來大概是這樣子 那後續的大概就是依此類推 把整個步道跟修坡路基整個做出來 現在整個修坡 然後把路基重建 大致上算90%完成了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 比較施工之前 跟施工之後 路的基礎 跟道路的整個步道的痕跡 都很清楚的 已經有一條路出來了 最後面我們要把這個坡 切出來的時候 會用這個動作 讓它很清楚的 可以看得到 邊坡切坡 修整路基的這個 概念狀況 除了切坡以外 我們剛剛有談到的 步道的面 其實不是平的 而是 上邊坡比較高 下邊坡比較低 所以大概最後一個動作 大概就稍微看一下 那其實在施工過程 已經慢慢慢慢的 我都有在調整 這整個洩水坡度 那因為水在下的問題 有一個就是 它的土壤比較黏制 然後浴水會比較滑 所以我們為了避免那個 向下洩水坡度太大造成 在走的時候 下雨天比較不好走 所以我們今天這一次的坡度 沒有放得那麼陡 大概在2-3%左右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一路過來 它整個步道面 其實都是向外洩水 所以上面坡的水下來以後 會從步道的面 是面狀出水 而不會集中出水 這個是大概 整個修坡路基 整理的這個最後的一個重要 應該注意的鎂崗